大家好我是Paul 最後到哲午英文一起讀 可以看到場景不一樣了 因為我搬家了 我又搬家了 我本來住的地方租約到 嚴格來說應該是明年一月啦 可是我很希望自己能夠沒有一種壓力 什麼壓力你知道嗎 其實我們在台灣的租屋市場是這樣 這據我的了解 你如果太老了 可能房東就不想住給你 有這種Discrimination Age Discrimination 聽說是真的有 那你說我很老嗎 我快50了耶 所以我會覺得 我如果一直都不試著買個房子的話 遲到有一天我就會被房東趕出去 沒有地方可以住 那個趕出去我們也順便說一下 反正在教英文嘛 那個叫做Evictine E-V-I-C-T OK 所以 Eventually I'm gonna be evicted by my landlord OK 我會沒有地方可以租喔 因為 就是不喜歡年紀太大的 他可能就怕你發生了什麼意外啊 然後 搞爛他的屋子 他的屋子以後都不好租這樣 所以我就有這麼一個焦慮 會有這種Anxiety 那我又不想說我 唉 這個今年 祝約到了換個地方 換了一個地方之後 明年後年大後年 祝約又到了 又要換地方 我就會覺得 那是一個會讓人家 持續有的一個焦慮 所以 那就會覺得如果自己買個小套房 那從此以後就不用擔心被人家趕出去的這個焦慮 那所以我花了一點時間找一找 發現 還真的沒有說很難找 那我就找到了一個 不太貴的小套房 買起來 所以我現在就住在自己的房子裡了 這樣子 真的不太貴 我不是有錢人 拜託真的 But anyway It was affordable So that So I opted for that OK So I'm not gonna be moving around anymore OK I have the luxury of You know recording in my own home So that's good 來 所以說我們今天來看一個 今天要上個課這個叫做天線寶寶的真相 你知道天線寶寶嗎 那個就是長這玩意兒 長這個樣子的這些玩偶們 那今天要講其實不是說什麼真相 但總之就是其實你要知道 他們都超大隻的 他們是人偶 那你可能會說電視上看起來小小隻 可是沒有 they are huge 那天線寶寶的英文就是 Teletubbies 那Tela就是那個電視 所以因為他們頭上都有電視的天線 所以 所以 Television是電視 Tela是遠距離的意思 像例如說像什麼 隔空取物之類的 好像還有一個詞叫做 Telechinesis 還什麼鬼的 好所以Tela Tela是遠的 Telephone是電話 遠距離可以講話 So television Vision Vision你知道是視野視線 所以可以看到圓端傳過來的訊號訊息 所以TelaVision是電視 所以他們是Teletubbies 那 英國的一個節目 那他從97年播到2001年 所以其實年輕一點的朋友們不知道 我真的也不怪你 因為如果說你是這個 Gen Z的話 你可能就應該是沒看過 因為01年就停播了這樣 你可能沒有印象 好 Anyway 那下面接下來這句說的就是 跟他們的螢幕上的這個樣貌相反的是 他們其實很大一致 所以這裡一個詞 我們曾經介紹過好多次就是 contrary 所以他這個句子的結構大概會是 contrary to something 逗點接主詞動詞 那我們要理解 所以這邊再教同學一次 尤其這個是托弗亞斯的同學 很可以用得到 因為你會學到一個片語 叫做in contrast 或是by contrast 然後逗點接主詞動詞 我這邊多打一個s 對 然後也有contrary to something 逗點主詞動詞 或者是還有一個片語叫on the contrary 可能我們就這裡先不拿來做比較 我們就把這兩個拿來做比較好了 那這邊這個in contrast 後面可以加to to something 那這個有時候根本就不加這樣子 OK 那至於contrary to什麼 這個則是死片語一定要加 來我們仔細講一下這兩個的分別 原則上來說 這個in contrast 是比兩樣東西 比兩樣東西 比兩樣東西 例如說 呃 在 呃 在美國東岸的人 可能都沒有車 像住在紐約好了 你就不用車 你坐地鐵就很方便 那但是 相反的是 在美國西岸的人 西雅圖啦 LA啦 你大概就一定要有車 才能夠去採買東西啊 或之類的 所以 most people living in the west coast have a car needs to have a car need to have a car in contrast or by contrast people living in the east coast don't have a car 那就沒有車這樣子 or they don't need a car 那至於這個contrary的用法則是 他說的是 一個東西 他不是這樣 而是那樣 ok 所以 他這裡用的這個例子就不錯 所以跟他們螢幕上 相反的是 他們其實是很大的 很大一隻的 所以螢幕上看起來很小 那但是事實上 確實很大 所以 我們再舉另外一個例子就是說 例如說 呃 呃 這個人看起來好像很窮 可是其實他很有錢 所以 跟他的外表不同的是 他其實是很有錢的一個人 所以你就知道他外表看起來像是個簡破爛的 所以 contrary to what his appearance suggests he's actually pretty rich 欸 這樣就是contrary的用法 這樣 所以並不是兩個東西在做比較 而是說 一個東西其實不是那樣 而是這樣 這是contrary的用法 好 希望你有聽懂 所以這裡說 contrary to their on-screen appearance the characters were huge yes 那講了接下來就說了 四個天線寶寶他們 呃 各自的大小 那其實我到現在才知道他們各自叫什麼名字 因為我以前也沒看這個東西 所以一隻叫做tinky winky 我也不知道什麼顏色 was ten feet tall ten feet 非常高 比任何的籃球球員都高了 我們籃球球員最高的就七尺多而已 這樣子 還沒有人到過八尺 所以tinky winky ten feet tall holy cow po was six feet 六 inches 所以po我猜得出來大概是小波 po was six feet six inches lala was six feet five inches 所以他少了一寸 and dipsy was eight feet 所以這四隻的名字你現在也看到了 所以為了要讓他們看起來很小隻 所以他們就必須把那個井坐得很大 例如說桌子坐得超大啦 椅子坐得超大之類的 so to make them appear small the show was filmed on a massive set in wimpstone warwickshire 這地名其實我也不是很熟 所以拍在就要很massive set 所以必須要場景很大 which was kept secret for a long time 而這個井呢事實上是沒有讓大家知道 否則的話你知道會被太多的旅客去 把你亂搞這樣子 但是很不幸的是 後來的確就是大家都知道了 so however once the show's location became known it became an unintended tourist spot 所以他就變成一個 他其實沒有要變成一個旅客遊覽的地方 但是他卻真的變成旅客會去的地方 變成一個unintended 就沒有意圖變成的 的一個tourist spot 我們多講一個字齁 就是除了這個tourist spot之外 還有一個詞叫做tourist trap 那他的trap叫做陷阱 所以tourist trap的意思 他多半不是很好 因為trap 畢竟陷阱這個字能好到哪裡去 他的意思就是說 像西門町就是完全是一個tourist trap 為什麼 因為東西比較貴 所以這邊的服務比較貴 吃比較貴 各種東西比較貴 為什麼因為賺旅客的錢 ok 像好比說去過一次泰國的話 你就知道泰國在那個 市中心的地方 他旁邊有個mall 那個mall裡面的東西就是比較貴 這樣所以因為他就是一個 tourist trap 好 所以這個旅客陷阱可以這樣說 但這裡沒有 這裡就是一個tourist spot with people trespassing to visit the tobitronic superdome 所以有這麼一個地方叫做tobitronic superdome 我也不知道那是什麼 但人們就會去非法穿越它 非法侵入它這樣子 所以這個字叫做trespass 那他意思就是像例如說 這是我的莊園 這是我的土地 結果你覺得這邊的草地很可以 很可以翻滾 很可以玩飛盤 你就跑進來玩 到我的莊園來玩飛盤 這個就是trespass ok 好 所以在美國有些地方trespass 是可以被射殺的 因為這 你侵入人家 這等於是侵入人家的這個領地範圍之類的 好所以 下一句最後說的就是這個 這個地主就不是很爽 變成這一個很多人就會trespass 所以他就乾脆讓它淹水 看起來好像是字面上似乎是這樣的意思 我不太確定是不是真的讓它淹水 最後一句把它讀完 說frustrated with the disturbances the landowners decided to flood the set 所以他們就把這個場景給破壞掉基本上 所以讓大家就沒有辦法再去糟蹋它了這樣 所以這邊就有一些照片 你如果看到的話 你就會發現 哇這些玩偶還真的很大這樣 人偶啦 不是玩偶 好所以希望你喜歡這個內容 我差點講的海綿寶寶 所以這個天線寶寶 這個已經算是回憶了 已經沒有了 好anyway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